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另外一件事 我常常都关联关于我们的肠子 当我们去完厕所 或者肚子饿了 有些人说是否应该要补水 要喝点东西或吃点东西 或者不要喝水 喝了更多 我们去完厕所 或者有时肚子饿 是否应该要喝水还是不喝水 如果肚子饿 即是肚子饿 或是电解水 有些罐罐那些 那些也可以 如果肚子饿的时候 处理方法有些不同 喝清水 其实肠子未必能吸收得很好 因为肠子吸收水分 是要出力的 要有力的 有力的意思 不是一下子捏下去的力 而是我们看不到的 在纳米环境之下 产生微小化学力 那些情况 若是一个纯水 白水 它会比较冷却工作 反而吸收得比较差 对 吸收得比较差 但若那些水里 加了有电解质 加了有糖分 糖分 糖分 尤其是纳质 即是盐分 和糖分 它吸收得比较好多 所以可能一边喝一边 多些水 若是喝一些又甜又咸的东西 反而是有用 例如几类东西 你刚才提及的 真是遵装的运动饮品 其实是可接受的 另外简单些 自己放糖放盐 混入 混入这段水 也可以 再不然 我们中国人传统智慧 就是加盐竹水 即是米水 加盐米水 原来也可以 这些便会减低我们 一喝下去便可以 一喝下去便可以 反应 我经常说 我们女士 特别是吃清点 我现在想减肥 吃清点 其实清点的定义 是否真的说 我喝足水 或者吃蔬菜 其实清点的定义是什麽 有没有说 我吃少许肉也会清点 其实有没有 对腸胃的清点是什麽意思 对腸胃的清点 其实没有固定定义 但我们又提醒你 先说的几件事 首先 减肥喝足水 通常应该是越饮越肥的 是吗 越饮越肥 稍后再说个原理 但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身体 有基本几个营养 是必须的 包括热量 包括蛋白质 包括微量的卫生素 或者其他矿物质 本身热量 我们要是在油 要是在淀粉质 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的身体 是没有歧视的 没有歧视的意思是 你吸收300个卡路里 其实它就会用300个卡路里 多了 它自己便会存在脂肪 譬如你吃面包 你吃500卡路里的面包 你觉得它不会变油 它都一样可以变脂肪 它都一样可以变胆固 即是我吃一块牛油包 和一块面包 如果大家知道 热量的含量一样 其实也有那么肥 假设当热量一样 一个含牛油的包 比较小 和一个大块 没有含牛油的包 那么大一条的包 其实分分钟 没有牛油的包更差 因为它的份量更多 入到身体内 它可能多余那部分 反而变脂肪 更多 另一个小块的包 即是油和碳汁化 都会变脂肪 都会变脂肪 速度有没有不同 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不同 但其实量是比较重要 我们说 吃一些油利的东西 并不是有问题 只不过你不要吃那么多 但是你吃很多 吃面包 打算减肥 吃两个 然后为什么越吃越肥 因为肚饿 因为肚饿 乌米越吃越多 然后它到时 吃了十甲八甲包 其实那些包 进入到身体 一样会变脂肪 这个又牵涉到 刚才说到米水的问题 即是粥水 粥水 第一件事就是 不是那么饱途 第二件事 粥水是一个很容易 给我们身体吸收的东西 它里面最主要是 一些融化的米 米 大家知道是碳水化合物 它本身糖分是很高的 就是很容易变成糖指数 它很容易变成糖分 所以进入身体内 之后 其实它储存在 甚至乎变成脂肪 又或者引起血糖升高 的机会 反而多过另外 蛋白质比较豐富的食物 又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 痰述化合物 有人说我吃蛋白质 是可以减肥的 有些人我听过坊间说 你只是鸽扒 我不知道是否听错 劉德华那时开演唱会 加上仇包 很久没有吃过 这些这么甜的包 原来是否只是鸽扒 不吃麵粉 不吃碳水化合物 是可以减肥的 计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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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记住两件事 第一 就是过多的蛋白质 对于我们的肾脏 是有负荷的 因为我们产生很多 氨基酸 或者含氨基的垃圾 其实是要经小便 大家可能也有留意过 如果你吃很多肉类 甚至乎吃豆类 吃得很多 第二天的小便 特别是重味 因为里面含氨基物质 会更多 过往有些研究显示 如果你纯粹 用很高的蛋白质 去谷自己营养 产生肾脏衰竭的机会 稍微高一点 我见到大隻佬 吃大隻佬奶粉 很短时间之内 举铁后 我想肌肉大一点 就要吃那些 好像奶色 粉红色 大瓶 什么色都有 不一定是粉红色 那些就是所谓氨基酸 那些是V protein 那些是蛋白质 顺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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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当饭吃的 他们不是当饭吃的 是当饭吃的 是当補充剂 那些尋常人最好 都是在专业指导下 营养师指导 或者医生指导 或起码都是有训练师指导 有国心节后勇 的 有国心节后勇 做饭吃的